话说,李云迪日前因嫖娼被捕,据悉当时被拘留的还包括卖淫女陈某慧,也因此辟谣了她同性恋的传闻,而昨日更被网友爆料,指她和陈某慧的交易疑次一万人民币,约6500令吉,同时陈某慧也遭起底。 被查出拥有模特儿好身材的,女主角约有170公分高,是个美女,所以当时网友还说,难怪价格那么高,不料才短短一天。 近日女主角的身份突然变性了,有网友爆料说,当时被抓的陈某慧其实是拉皮条的妈妈桑,实际上李云迪找的男的,没错,小编也是这样的反应,这个反转也太突然了吧。 毕竟警方通报上写的是女的啊。 不仅如此,更有网友贴出猛男裸上半身秀状鸡照,直指她就是李云迪付了6500令吉约炮对象。 至于爆料是否属实,目前警方方式未证实哦。